你好,祝你有美好的一天,这就是频道Celebrity News Today 247,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的了。赵丽颖与王一博有着一定的年龄。据,因此一开始有不少网友还担心两人演CP会有。何感,毕竟年龄差就摆在那里,但是等尤斐的正。播出后,观众们瞬间就磕上了韵费夫妇,怎么看?适配一脸,果然颜值高的男女明星演员,一同框。让人觉得CP感满满了。尤斐开播后网友们对这部的评价也是比较两边倒的, 有人觉得赵丽颖缠。付出状态没有以前那么好,演技也没有这么灵。动不动就发呆,只能说每个人对角色的理解都。不一样的吧,赵丽颖只是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。诠释了周斐这个角色。而王一博饰演的谢云豪,还是居多的,对比起之前的蓝战,这次的谢云性。方面要开朗得多,古灵精怪的非常讨人喜爱,王。 博也确实将这个角色诠释得非常到位,在尤斐。后网友们都非常希望能看见王一博和赵丽颖。 二次合作,毕竟他们的CP粉也是非常多的。 王一博赵丽颖共同出演《理想照耀中国》如今在尤斐之后,王一博与赵丽颖也确实又有一部大聚火了。 这部作品就是《理想照耀中国》,王一博与赵丽颖都各自参演了这部作品中的单元剧,虽说看不见两人的同框,但他们共同出演《理想照耀中国》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,不少网友应该都是冲着赵丽颖与王一博来追的吧。 《理想照耀中国》开播一天收视破300万《理想照耀中国》于5月4日开播,刚播一集收视率就迅速破了300万,足以证明这部作品还是非常受大众的喜爱的,圈内非常多的明星大咖都参演了这部影视剧作品,剧组着实也是大手笔了,不过这种励志类的作品演员们都是很乐意参演的。 王一博在《理想照耀中国》中演了《抉择这个单元》。从剧照中看,他饰演的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一个。 生,在这部作品中明星演员们几乎都是纯素颜。 静的,从剧照中也可以看见王一博确实没有画。 没有精致底妆修饰的情况下,王一博的皮肤状还是非常不错的,整张脸上几乎都没有什么侠。 33岁赵丽颖素颜状态超抗打而赵丽颖主演了《西》的田野这部单元剧,从剧照中能看见赵丽颖的。 形半相非常淳朴,一件红色的衬衫搭配草帽,发。 也没有过多的修饰,只是简简单单的将头发绑。 了一个低马尾,不得不说赢宝的素颜状态真的。 太抗打了,五官非常的精致立体,虽说脸型不适。 精致,但却让人觉得别有一番韵味呢。 赵丽颖词。 在理想照耀中国中的造型有好几个,但最让人 戴的应该就是这身少数民族的扮相了,果然是。 靠衣装马靠安,穿上这套衣服后瞬间就觉得有。 为了,现如今理想照耀中国才刚开播就已经获 了这么多人的关注,随着剧情的播出,收视绿绝。 要爆表的节奏呀。 除了赵丽颖和王一博,理想照。 中国中还有近东,王凯,王欧,韩松韵,吴磊等等的。 红明星演员参演,真是想想都非常期待了呢,如。 有多少网友正在追这部剧。 觉得剧情如何呢? 欢。 大家留言评论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